第四题下列哪一种简单机械不是应用杠杠原理或杠杠的变形 那么天秤没有问题就是杠杠 剪刀老师上学也讲过它是一个支点在中间的杠杠 它也可能省力也可能是费力 而我们的动华伦老师上课也说过 它是我们的杠杠的一种变形 所以ABC呢都是属于应用杠杠原理 而附罗文的瓶盖罗文是斜面的运用 这不是应用杠杠原理或杠杠的变形 因此第四题问我们说下列哪一种简单机械不是应用杠杠原理或杠杠的变形 我们答案选的是朱附罗文的瓶盖